老杨到处说 这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点 我们来做一次直播 那是4月3号星期六 北京时间12点到13点 再做一次现场直播互动 我们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不见不散 最近有关中国的战狼外交 有一些新的动态发展 因为除了外交部新闻师 一如既往的战斗风格之外 他们的头杨洁篪和王毅 最近在阿拉斯加开场白 也非常的震撼 但是这几天 比较抢占国际媒体版面的是 中国驻李悦乐类如的总纽是 政司级干部李扬 李扬是资深的外交官 他今年56岁 在中国外交部工作多年 93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业 很少有都是外院或者外交学院 或者外语大学 他先后在中国外交部的调法师 国际师亚洲师 金控师 军控师 中普联合小组 中国驻澳门代表处 中国常驻日内娃代表团 中国驻李悦乐类如总领馆工作 历练很完备 隋元三等秘书二等秘书一等秘书 副处长处长参战副市长总领事正式级 参与的气候变化公约谈判 参与澳门回归中国有关法律问题的谈判 参与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的 伊朗核问题 叙利亚化学武器 中国跟东盟安全合作等国际军控 或者安全问题 目前主要是在巴西 双边的有关事务 领事业务 桥物证件 领事保护 双方各领域的合作等等 应该也是个很重要的缺 从履历上来看 他一路还算是比较平稳 没有一个环节落架 但是李扬早些时候 去年就开始动作了 包括他主动投诉巴西媒体 反击美国英国借助香港问题 灌病疫情 抨击中国 今年一月会把战场移交 移到了社交媒体 推特 他可能授权可以当推特了 他不断地利用推特 批评美国英国灌病防疫的失败 当然特朗普政府的官员 也是李扬 关注的地上 比如说 今年的1月19号的推特 他就对地江离任的国务卿 蓬佩奥说 Mike 你真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国务卿 在分裂美国民众 以做团结中国民众 诋毁美国形象 和让中国更好的方面 你做出巨大贡献 我真舍不得 我不想跟你说再见 他点名批评特朗普 嘲笑他 看看你的毕业成绩吧 恢复经济失败了 抗击病毒失败了 连任竞选失败了 让美国重新伟大 打了一个问号 但他很努力 但是外界其实对他也没有什么印象 对 顿之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字 因为我们知道 李扬原来是唐老鸭那个翻译的 当然他不一样 这几天呢 跟加拿大总理特鲁托干上了以后呢 他的知名度火速上升 声势不输 同样以强硬风格走红的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特别这两天又来了 这两天投书多家巴西媒体指出 西方热炒新疆话题是要抹黑中国 分裂肢解中国 破坏中国经济和破坏中国的一国一带一路 央视也给他做了比较突出的报道 他在巴西的商业观察报 媒体论坛报 人民时刻网 英特特拉斯杂志和南美侨报 等主流媒体发表了题为 西方一些人最近为啥 热炒新疆谣言的署名文章通稿 公关关系做得不错 好了 一战成名的赵立坚 其实早就是最红的战狼外交官 他应该而最近成了他的其他的同事 学习的范本 有赵立坚这样 富兰坚受到重用的榜样在前 外交官们都知道 可耻惊人的无知是怎么样 慢慢变成走狗败家子牧养狗的 骂得越狠 越义正成言大义领男 升迁的几率就越高吧 乐义成他的外长 去年就讲着 战狼外交是中国威胁人的翻版 是话语陷阱 外交部外言人华春莹 当然也表示 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尊严 国际的公平正义 就做战狼又何方 战狼又公的又母的都来了 但是按照外面的媒体来看 这个实际效果有可能会事与愿违 因为就被西方的政客 不断拿你们这些话拿来炒作 来煽动民情 新加坡联合早报杨丹旭 昨天写了一篇文章 以骂子骂 难外交 就外交起来很难 大家都注意到 中国高层近期 强调发扬战斗 动争精神 所以外交官的 涉外问题上 采取强硬的姿态 屡见不鲜 过去一个月 不同层级的外交官 在不同的场合 展示了一脉相承的强硬 杨丹旭认为 在外交上姿态强硬是一回事 直接骂人是另外一回事 普通人指名 道姓的骂人 说他们是走狗败家子 我们都觉得这个人 有失礼貌 有失风度 何况你本来是代表 国家形象和礼仪的外交官 这只能说明战狼高度 又得到了刷新 驻法国大使 人家法国外交部 召见他 他说不大喊 没空 没时间跟你聊天 个别的外交官员 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 不能代表中国外交的全貌 我想是 但是不同层级的外交官 众口一样的言行来看 中国外交体系整体的作风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所以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外交官的形象 是内敛低调 极少公开发表 个人色彩浓厚的言论 更别说富有强烈攻击性 甚至侮辱性的言论 他们在外交场面不温不火 但不亢不卑 原则立场从不退步 但是非常的有周旋 风范和能力 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近年来这个画风不一样 战狼画风越来越浓烈 积极花园回应外界的质疑 甚至主动引爆口水战 一论战 惩处不穷的战狼式的口号 网红式的行动 以难时让斗争成为 今天中国外交的主旋律 当然北京看来 西方的很多指责也是不公平的 涉及到北京的内政 来自西方的压力 会上下当中国老百姓 也联想到近代史上被打压 被欺负 这种屈辱情节 中国对外势强 理所当然 以牙换牙 义正吃言 也契合了当下中国崛起的现实 中国开始要平视世界 平视外交的追求 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 按照杨丹旭的观点 斗争式的反击 同时是双刃剑 中国反击是为了西方反驳 西方的错误 捍卫国家的权力 但是如果反击的言论和力度不大 扯着场子 喊打喊杀 逞了口舌之快 为维护自身的形象 反而适得其反 这实际上是中国 正在面对的一场考验 如果西方的批评 是要激怒你 你真的也被激怒了 然后你采取的 更激烈粗暴的方式回击 也因为容易犯基础性的错误 犯了基础性的错误 就容易陷入被动 反而掉进了西方人 给你设定好了 中国威胁的陷阱 强化了西方 本来想要塑造的 中国是恶霸 吓跑了中国的朋友 吓跑了中国的支持者 现在跟中国西方关系 做得很紧绷 需要是怎么样千方百计 讲好中国的故事 展示一个负责任的 大国的姿态 以在国际上争取 更多朋友的认同支持 现在看起来 那些听起来很解气的骂 以骂指骂是换不来了 这里面要跟大家 谈了一下一篇文章 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 有个助理研究员 年轻人叫李烂 李炼石 炼石补天 那今年二月 在党的文献发表文章 则中探讨新中国成立之后 毛泽东在国际舆论斗争中 是怎么样应对 挨骂的问题 那个时候已经有 挨骂的章法了 怎么面对 第一 如何正确认识挨骂 共产党就是被骂出来的 不断的骂声中 历史成长 成长壮大 是被人家骂惯了 但是毛泽东强调 区别两种不同程度的骂 对人民内部不同意见 唠骚怪话 闲话 老杨到处说这样的骂 要虚心接受 不断反省改进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各级党委 特别是坚决站在 中央政策路线的 负责同事 随时准备挨骂 至于敌对势力恶意的骂 强调根据它的 规律特点本质 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敌人的骂 有长期性 间歇性的特点 所谓的长期性就是 遏止中国是长期的 一贯的 他骂也是长期存在的 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被他骂了几十年 还准备让他再骂几十年 所谓奸歇的 敌人的骂是要有题目可见 无理的天天大反 天天骂 听众感觉讨厌 市场缩小 只好收场 过一个时期 另有心提在接 再来煽动反华 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反动派骂我们 证明他没有办法 那好了 我们也这样骂回去 是不是证明 我们现在的外交官 也没什么办法 第二 要怎么积极有效应对挨骂 毛泽东谈了这个问题 斗争要讲究策略方法 对具体对象做具体分析 讲究策略的方法是很重要 不同的反华势力不是铁板一块 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要这样可以避免中国在国际上 四处受敌 同时做好积极转变的工作 争取更多人 在理解中国 不计前嫌才能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尽最大的善意诚意 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就会很多受误解的 曾经骂过中国的国家 消除对中国的偏见 敌意 接受和接纳中国 第三怎么利用挨骂更好的 搞好国内的团结稳定和发展工作 这叫练好内功 把参考和消息扩大订阅 就是给国内的各级领导 各级群众 重牛斗 提高免利率 当然 没有原子弹 在中国在国际上说话是不算数的 中国面对层层的压力 是没不可能具备充分的自信和底气的 就不是个有影响力的大大国 今天的中国跟那个时候的原子弹 不可同日而已 但是现在靠骂为家 这不应该 毛泽东强调 要顶住敌人的舆论压力 搞好国内的发展 坚持个几十年 中国最能强大以后 各种嘲笑 谩骂 污蔑 就失去了说服力 用实力和成绩说话 永远是对各种骂声的有效应对之道 既然现在世界和中国在面临 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斗争 也复杂 也严峻 怎么妥善有效应对 各种指责污 根本解决哀骂问题 其实考验的是智慧 考验的是能力 不是考验你嘴皮多溜 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 果力那么弱 都能够坦然面对挨骂的问题 中国代表团武修权 参加了联合国大会 在联合国 没有一声骂字 义正词员 博导众 赢得了很多人的掌声 根本不需要骂 你就能够达到你的外交目的 外交部的朋友们 有空的话 其实把这个文献 学习一下 把完整的看一遍 原著原点 其实对今天的 外交工作的指导 比杨洁篪同志 比王毅同志 比习近平同志 要你们敢一亮剑 敢一斗争 有所作为 要有用的多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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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